首先请教郑律师 在美国入口训和入口供 和在亚洲有什么不同 形式有入口训入口供 在亚洲跟欧洲 民事没有 可是在美国是颠倒的 美国是民事有入口训入口供 形式是没有 那当然如果你自由 想做入口训入口供 这是你的自由 你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 入口训入口供 它的法律规定 就像说 如果你在法庭 讲你的证词 这个很重要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你讲的话 如果你在法庭里面 讲的话是不一样的话 这个冲突 陪审团陪审员法官 不需要相信 你的大庭法庭的话 他可以造的你的入口训入口供的话 所以很多次 华人没有准备好 为了他的入口训入口供 讲了很多的话 跟他自己大庭的话有冲突 很多次的话 华人没有想到 继续请教郑律师 为什么在入口训和入口供时 要提早抵达对方律师的办公室呢 很多华人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经常迟到 变成说迟到的时候 我们心里会有一点急 我们马上坐下来的时候 就要开始做入口训入口供 这是一个很大的疏忽 一般入口训入口供 是九点还是十点钟开始 如果说是十点钟开始 我建议九点到九点半到达那边 可以拿一杯咖啡 可以看一下别人 可以认识这个公司的助理 这个都很重要 因为你心里要很平静 你才可以当一个更好的证人 郑律师 那么如果现场有翻译人员时 应当要注意什么呢 很多华人需要有一个翻译 如果对方要入你的口训的话 他要请一个翻译给你 可是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打字的人他不会中文 他是只有在听翻译的人 你要知道说翻译 就像如果今天你为你的家人翻译 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疏忽在 你可能讲对 对方可能听到 然后他讲no 你讲yes他讲no 这个的话我觉得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很多次的话 客户做了入口训入口供完了以后 他看了那个英文的部分 他说我没有这样子讲 所以这个很重要 就是翻译的人 他才会打下来 那个就是你的证词 不是你讲中文是你的证词 这个很重要 所以你讲话要慢下来 如果你讲话太快的话 你的翻译的人很多次 他可能会马上讲一个结论 还是给你一个总结 还是可能想别的事情 然后翻译错 所以你要讲话要讲慢 郑律师 那么在用字潜词方面 民众应该要注意什么呢 你用的字要很简单 为什么你字要很简单呢 是因为有一个翻译人 为你翻译 如果你的字用得很复杂 这个的话会影响到你的案子 我讲一个例子 我是一岁来美国 我唯一的成语是抛装引玉 抛装引玉这个话的话 要翻译人翻 它不会翻你的意义 它会直翻你的话 会变成一个玉 丢到水里面 这个其实没有办法翻译 所以你用的字 第一你要讲得慢 第二你要讲得简单 如果你讲得简单的话 这个就会帮助你很多 郑律师 那么最后还有什么事情 是要提醒观众的 在入口讯入口供 你要答复对方的问题 你不用讲更多 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很多次客户 他有几个问题 一个 他不愿意答复对方的问题 你看起来就会很狡猾 人家问你说 你的名字是什么 如果人家问我 我的名字是什么 我说谁管我的名字是什么 你的客户是很烂 如果这个带到法庭的时候 你会看起来很狡猾 很简单的问题 你没有办法答复 给一个很简单的答复 这个就表示说你紧张 这个表示说你狡猾 这个表示说你不是一个好人 谢谢郑律师 今天接受我们的视讯专访 在这里要提醒所有的华人观众 如果在美国遇上的法律纠纷 一定要咨询专业的律师 才能够保障自身的权益 那以上就是东西新闻团队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 是在马上 central 我据你小时地的 我据你小时地的